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6月27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痛苦中的光明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哀歌第二章第二 第十至十四 第十八至十九节 上诸毫不留情地破坏了雅各伯所有的牧场 他满怀怒气 移平了由大女郎的一切堡垒 将他的君王及首长推倒在地 加以无辱 西雍女郎的众长老 坐在地上漠然不语 头上撒上灰土 腰间束着麻衣 耶路撒冷的处女都扶手置地 我的眼痛哭 至于失明 五内沸腾 干脑涂地 眼见我的女儿 人民遭受摧残 眼看着幼童乳儿昏厥 在尘中的街道上 他们对母亲说 哪里有饼 有酒 他们在城中的街道上 正奄奄一息 犹如受伤的人 在母亲的怀中 气绝夭折 耶路撒冷女郎 我可用什么来避遇你 拿什么来比拟你呢 处女 西雍女郎 我可用什么来帮助你 拿什么来安慰你呢 因为你的创伤浩大如海 又有谁能够治愈你 你的众先知 又关你的神势 竟是虚幻欺诈 他们从未揭露你的罪恶 以挽回你的命运 他们关于你所提供的神谕 竟是虚幻和骗局 处女 西雍女郎 你应该从心里呼号上主 白天黑夜 让眼泪像江河般的涌流 不要歇息 也不要让你的眼睛休息 夜间 每当交根时分 你该起来哀悼 向清水似的 向上主倾诉你心 因为了你婴儿的性命 向上主举起你的双手 因为他们因饥饿而昏迷街头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现在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天主疼爱的耶路撒冷 在主前587年 被巴比伦人侵略 侮辱 毁灭 来自旧约的哀歌 就是先知为人民的痛苦而哭泣 尝试寻找痛苦的前因后果 痛苦不再是抽象 而是亲身经历的事情 在这次全球的疫情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体会到不安 没有一个家庭不受影响 无论肤色或国籍 人人都在哀悼 我们因为疫情而成了一个大家庭 我们面对了身为人的极限 开始分辨出 什么事是虚假的 什么又是值得珍惜的 有点智慧的人 或许会像挨歌的作者一样 尝试问 为什么我们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今日圣言首先指出 一切善恶来自天主 接着 邀请大家好好观察 最后 指引人向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天主高举双手 而这祈祷不只是为自己的亲友祈求 而是为全人类的好处祈祷 当我们意识到痛苦的来源 是在天主允许的范围之内 有信仰的人 似乎会松一口气 因为 我们的命运不是由无理性的能量或神明所掌控 而是由既正义又怜悯我们的天父 爱我们的天父所掌权 他不会随意对待我们 而是因为视我们如宝 所以 允许痛苦来锻炼我们 像恋影子一般 恋了我们 让我们变得更像人 更像天主的肖像 所有的不安 因为有主的带领 会化成更深的信赖和自在 让我们品尝圣言 试着与痛苦的人 与苦架上的耶稣站在一起祈祷 也在生活中活出圣言 你能试着把今天见到的每一个人 当成大家庭的一份子吗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 应你在苦架上 与受苦的人为友 我们在无助中 见到了通往救恩的路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天主赐予我们坚强的信德 在痛苦中仍然满怀希望 我们明天再见